林青霞,我年轻时自卑又内向,从不觉得自己美。 做了40年大明星的林青霞,纵然荧幕上千姿百态,长期以来与人群的疏离感,以及身上的光环约束种种,说丢就丢,谈何容易。 用她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很紧绷,防御心很重的人,尝试释放心灵,告别过去,总是要多花几分功夫的。 但她的努力有目共睹。 林青霞的好友,作家张仪和说起过,几年前在香港,她和董乔以及另外几个朋友相约与林青霞吃饭。 因为忙着逛街而来的最晚的林青霞一阵风势地进来了。 只见她双手扯着身上的裙子,跳着舞步,转着圈,举起三根手指,得意到,三百块,打折的。 董乔瞎瞥了她一眼,说,谁能信,这个人快六十了。 今年十一月,林青霞刚过完六十三岁生日,一假子,一轮回,林青霞的人生已走了好几成。 如今,了解她的人都说,林青霞越来越不像一个女明星了,连豪门太太的身份都已经逐渐淡化,她学着维生活做减法,努力以最从容的姿态,过着简单日子 近些年,林青霞在董桥等一众文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打起笔,开始写作,在香港报刊上开设专栏,并出版了两本随笔集 就是这个女人,在上个世纪港台电影夜最辉煌的几十年间,制造出了一个林青霞时代 她演的一百多部电影,留下了诸多经典角色,窗外的江燕容,滚滚红尘的沈韶华,新农门客栈的邱莫言,笑傲江湖的东方不败 这位被许可称为50年才能出一位的大美人,上过美国时代杂志,天上有一颗行星以她命名 说起自己的表演事业,她却看到,有一件事一直令我懊悔,那就是我的从影生涯没有什么代表作 人称师太的一书曾是香港娱乐圈最早一批鱼迹,她的一双毒辣眼睛,什么样的女明星没见过 多年观察林青霞后,她总结道,林青霞好看就好看在,美而不自知 一出直言,这个女子对自己的美,一点信心都没有 她十分厌倦享乐,从不刻意追,逼,钻,翘,谋 一点嗜好也没有,不赌,不醉不恋,对车子房子珠宝全无兴趣 言外之意是,林青霞其实不太会使用她的好看,她当然知道自己好看,但是她没想过去用它,去换回些什么世俗的东西 相反,对于美,她自幼不仅不自知,而且不自信,这和她从小的生长环境有关 1954年,林青霞出生于台南嘉宇县的一个眷村村落里,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军医,在眷村开了一个诊所,家里只有一间卧室 全家五口人即在同一张大床上睡觉,客厅里常常人来人往,都是来看病的附近相邻 林青霞的妈妈是家庭主妇,经常坐在窗边替邻居家的太太们做财奉活 乡下的空气里永远有泥土的清香,这份气息造就了林青霞眼神里那份与生俱来的清澈与纯真 他家前面有一棵很大的树,小青霞喜欢爬上去,躲在里面做白日梦 9岁时,全家人离开眷村搬去了台北,那时候,他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棵大树 林青霞后来在书中回忆说,小时候爱幻想,性格敏感,像林黛玉一样,没吃就哭,很容易受到伤害 而传统客版的家教更是加深了他的内向羞涩,敏感,忧郁 他从小就是不折不扣的美人披子,但中国传统教育认为,美是肤浅的,应该被压抑,没有才华做底气,美,会招惹是非 严格的家教养成他几年盛行,谦卑又追求完美的个性 我以前很少小,甚至觉得快乐是有点小小罪过的 因为瘦,我还自卑,别人夸我漂亮,我会很尴尬 显然,小时候的林青霞,并不自信 他需要肯定,也需要更包容的爱 这种不自信,跟随了他前半生,导致他对于爱情,有一种盲目的依赖 甚至将最美好的青春都浪费在了一段只有消耗没有收获的感情上 童谣曾经说过,如果你要写了林青霞的爱情,再看我的书便会觉得索然无味 1972年的夏天,全家已经搬到台北的林青霞高中毕业 初落成亭云丽的花季少女,正是热衷于跟女同学相约逛街的年纪 她在台北地标西门町被星探发现去视镜窗外,最初只是想演同学甲 但保守的邻家父母对于娱乐圈这个大案高并无好感 母亲当时正四处张罗为女儿安排相亲 希望没有考上大学的她能早日嫁人,或享福娇子的生活 而走演艺之路,对这个老式家庭来说,无疑是投下了一枚炸弹 林母为此卧床三日不起,为了劝阻女儿,甚至撂下坑话 你看,最红的林带,月帝最后都自杀了,你又何苦 还不满18周岁的林青霞,生平第一次显现了她天性中的执拗和坚持 她执意参演电影 不尽无奈,将剧本里所有的吻戏一一化掉后 最终待她签下人生第一份电影合约 我是爱演戏的,因为演戏可以让害羞的我,得到情绪发泄的管道 她第一次找到了人生兴奋点,准备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一回 她在剧组,第一次见到了秦汉,她比林青霞大八岁,一婚,育有一双儿女 窗外的戏里,女学生曾对男主角说,我喜欢是你的人,与你年龄无关 戏外,少女林青霞如何抵挡得住这个已婚男人的成熟魅力 她恋上了她,并且一母反顾恋了18年 但沉迷在爱河中的林青霞,却选择性地无视了秦汉性格中的优柔寡断 她身边的人都看得清楚,秦汉对于和她踏入婚姻一直犹豫不决 唯有林青霞一厢情愿地相信她,并痴痴等待 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的这句话,一定也是形容林青霞的 相传林青霞甚至为她自杀过一次 1985年,秦汉离了婚,但却还是没有迎娶林青霞的打算 尼匡曾经在今夜不设访节目中 当着林青霞的面毫不客气地批评秦不是个真男人 至少是个没胆量的男人 到现在不上不下,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莫名其妙 他却还在为他辩护开脱 我们这个是私事,如果我不怪他,别人也不能怪他 但林青霞的忍耐与等待,终无果 感情被无情岁月蹉跎,变成疲倦 1994年,林青霞决定放手 他用了近20年的时间 终于发现,这个男人缺乏决断力 担当不起他的爱 但这本年长匪测的爱情故事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成长 从年轻时的感爱感恨 都后来的理性从容 这个在爱情里死过一回的女人 终于不再迷失方向 跟秦汉分手后 林青霞心如此灰 希望借远走他乡买头工作来忘掉过去 远赴去了香港 这一年 这一年,林青霞已经39岁 这个年近不惑的女人 青春已经逝去 感情却无处安放 这个时候 一位叫做行李员的男人 适时出现了 他是知名富商 也是一位离异后带着女儿生活的中年男人 仗像平凡无奇 但他却是真正的成熟包容 林青霞说 因为我受过伤害 对感情没信心 但遇到Mischel 行李员 后 一切都改变了 行李员虽然事业有成 但为人低调 行事有分寸 最主要的是 他在意他 不舍得让他受委屈 让林青霞意识到 爱情是一瞬间的感动 而感情却可以天长地久 40岁的林青霞不再犹豫 终于披上了婚纱 嫁做人妇 从此告别影谈 变身为邢太太 并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 一个家庭的真相 与世非恩怨 外人其实很难看得清 2015年 在偶像来了综艺节目中 林青霞直接剖析过自己 我最孤单的时候 是嫁给我老公的前半年 结了婚之后 我变成了配角 要看老公的脸色 女儿的脸色 还有庸人的脸色 说起最初的婚姿 适应期 她很坦白 你问我委不委屈 委屈啊 身份不同 便要提醒自己 甚至要忘掉我是谁 她的这番心理话 说出了很多女人的心声 为人妻 为人母 谁没有委屈 谁不是曾经在某一个脆弱时刻 相过放弃 更何况 和林青霞住在同一屋檐下的 还有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女儿 一位只有六岁的继女 她要担当起为人后母的身份 蜜月之后 回港第二天 林青霞早上起来 跟老公一起吃早餐 在大门口送她上班 跟她吻别 还沉浸在甜蜜中 谁要一回头 妻女就坐在钢琴前 冷眼看着她说 你干嘛吻她 林青霞第一次尝到了 做后母的滋味 化解陌生与隔壳的 最好药方 是时间与爱 而对于女人来说 被别人爱的同时 也要学会爱身边的人 才是真的成熟 林青霞首先接受了这位女儿 她理解小女孩 从小缺少母爱的心情 对她呵护备质 每晚陪她说故事谈天 帮她爱摩 渐渐的 妻女卸下了心中的防备 也意识到自己 不但自己没有失去爸爸 反而多了一个疼爱自己的人 妻女行家 倩曾公开表示 林青霞是世界上最好的继母 前几年 林青霞那场盛大的60岁生日宴 就由她亲自操办 表达对这位母亲的敬重与感激 角色电影明星角色下的风华绝代 婚后的林青霞身上更多了几分生活气息 这是岁月大磨出来的温润和大气 无论是作为妻子 还是母亲 她的所作所为 都精彩地诠释了什么才是女人的格局 修养 与情商 我是一个考不上大学 不爱读书 只热衷谈恋爱的女明星 年轻时的林青霞 曾这样评价自己 但现在 她家中的书摆满了整整一面墙 她越来越喜欢读书 写字 通过文字结交朋友 带给自己心灵上的滋养 有人从林青霞出版的两本书中 书里或她现在的朋友圈 阵容豪华的令人晕眩 龙英台 张一和 董乔 蒋勋 张淑饼 徐克 施满生 赖生川 这么些年里 他们是她的朋友 也是她的心灵导师 有了她们相伴 她的成长才没有止步于年龄和身份 林青霞的写作导师董乔赞她 将分寸 将离属 将操守 是一个西服的人 这算是很高的评价了吧 这位在娱乐圈进阴了近半个世纪的女明星 又以傅太太身份在豪门生活了数十年 身上还能保留着不做作的生活气息 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美好 林青霞是一猫子 读书写作常常在午夜时分 对于写作的忘情与投入 她自己描述过 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 回到家 经过梳妆寺 突然想到什么 怕一会儿忘记 马上浮在桌上写 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 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 看看镜中的自己 不觉失效 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 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 就像一书说的 经历过娱乐圈的冷腔案件后 林青霞终于学会退下层层的武装外衣 真正做回了自己那个在树上做白日梦的野孩子 年轻时的林青霞 曾经美得让众人词穷 金庸说她 无可匹敌 李安则称她是自己真正的梦中情人 刘德华认为 什么叫星光 就是五个人中你总是最先看到她 就是星光了 青霞就是有星光的人 林青霞当年从台湾创荡香港时 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彼时的香港人还瞧不上台湾明星 嘲笑他们土 嫌弃他们不会说英文 但林青霞的出现 却刷新了香港人的认知 一书第一次见林青霞后 就写下了五千多字的掌文 发表在明报周刊上 仍决意犹未尽 干脆直接称赞 她仍是所见过一切女子中 最美的一个 一个美人 皮相 骨相 气韵 身材缺衣不可 否则只是漂亮而已 63岁的林青霞 依然双眸灵动 笑容温暖 人群珠闪闪发亮 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 是未经修饰的自然 没有刻意拎时光 每个恰到好处 这才是女人优雅老去的正确打开方式 永远不要因为年龄而困住自己 更不要因为自己的心理而给自己设限 人生的下半场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是不算太可笑了 你怎么在那里 什么时候还不上 她就被人家 有双眦了 你怎么说